我們現在要看到的就是緊張又刺激的智慧王 當然在這個階段也要恭喜三位美女成功的擠進到了智慧王 但是糟糕啊 我在現場聞到了一股很濃厚的火藥味 這個火藥味就是我覺得今天好像來賓們 是要來踢館我們的出題大來賓的 我必須要講 剛剛的估價也好啦 還有這個獎 市場的調查等等的 都還蠻瞭解的 我們今天的四位出題大來賓 他們有沒有自信心要來迎接我們這個挑戰 首先要來歡迎第一位就是負責我們法律時事 DSG的負責人 Tony 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DSG的第二代的負責人 我們公司替我們很多富有的客戶 他們都是有三個擔心 第一個就是說怎麼樣保護公司 怎麼樣節稅 怎麼樣順利的繼承他們的財產給他們小孩子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用這個理財 稅法跟那個法律來幫忙客戶解決這些問題 太好了一戰是一條龍的服務 謝謝Tony 謝謝 接下來我今天來賓好像都很了解養生 他準備好了嗎 健康養生許氏深夜集團的William Lin 林副總 嗨 果凍 是 參賽來賓電視機前面觀眾大家好 我是許氏深夜集團William Lin 對啊 果凍你剛剛講 今天很不得了 都市場調查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有那麼簡單嗎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今天針對他們很懂這個東西 我們也要做一點準備 火腰味很濃厚啊 謝謝林副總 歡迎啦 那麼接下來呢 是不是咱們旅遊人文 菁英假期的副總經理 Winni 您好 火動 各位參賽者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菁英假期的Winni 對 我的確剛才也受到很重的火腰味 那旅遊這個行程呢 我當然會好好的把關 不過也要為他們謀點福利 因為我想他們做美容 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漂亮 對啊 所以要做一個美麗 跟智慧兼具的女人 才是真正的charmic 所以這個老闆娘就要想一想說 今天如果得了獎金之後 也許就要心情好嘛 就漂亮了 要請同事們一起去旅行 太好了 員工旅遊 掌聲鼓勵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是負責我們生活常識的 黃都電器的負責人 Julie姐 歡迎 國東好 現場的貴賓大家好 very surprise 你知道嗎 猜的一文不少 您是不是常做比價 可能常常比價 常常有光顧 黃都電器喔 對不對 Kimen 用麥克風跟我們說 老客人啊 20多 30年啊 謝謝您 其實呢 我們黃都電器呢 也不讓您失望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最新的比價機制 我們是週週比價 因為呢 如果等到客人來比 對不起 你已經太晚了 所以我們需要事先比 每週的比 我們不管跟大店 小店 甚至於說網站比 那黃都電器呢 因為現在也有網購 也有零售 所以我們相當的有競爭力 歡迎大家搶到我們 黃都電器大賣場 謝謝 謝謝Julie姐 看來呢 咱們今天的四位 出題大來賓呢 已經準備好 要來接受我們的挑戰了 那麼三位美女呢 也接受了四位大來賓的挑戰 我們的激戰呢 現在正式開始囉 我們來 第一位呢 剛剛是Ivy 率先進入到我們的智慧王 所以您可以優先來選擇 林欣宜的題庫 四大題庫 請選擇 我選旅遊 旅遊 人文 為您 好 我想請問的是 歐洲大陸最西方的 就是最西端的是哪一個地方 一是天涯海角 二是羅卡角 三是好望角 四是雷音格海角 請搶答我們的三位美女 我們聽到了Ivy的鈴聲了 請告訴我 您的選擇是 我選 我選 好望角 是嗎 Winny 我說過會好好把關的 答錯了 唉唷 來 我們的第二 第三位美女請搶答 好 我們的KIMMAN按下來了 KIMMAN 您告訴我您的選擇是 我選第四個 第四個 為什麼呢 我去過歐洲啊 哦 好好好 所以是有根據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選項的 是不是正確解答 也不對 啊 我們現在呢 就落到了Sherley 您的手中了 好不好 來 現在呢到達了我們 二選一的時候了 我不是應該就贏了嗎 哈 我也希望啊 好不好 您現在還是要跟我講一個 什麼角 不要香港角就好了 你跟我講一個 天涯海角啦 浪漫一點 浪漫一點 天涯海角 還是不對 啊 沒有關係 剛剛是暖身賽啦 那我們到底最後是怎麼樣 到底是羅卡角是不是 羅卡角 其實有一個說法是說 鹿止於此 海始於絲 它是在葡萄牙的最 就是最南邊 對 所以它是 因為再下來就是到北非了 所以呢 如果說整個歐洲大陸最南 最西端的部分 最南端應該就是 索爾羅卡角了 好 我們現在也學習到了 我們今天的 total只有八題 所以呢現在已經有一題 被問出了 現在呢 目前的積分呢 三組都還是零分 那我們剛剛呢 是Ivy嘛 她選題庫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三大題庫裡面 你的選擇是什麼呢 因為對 剛剛那題沒有任何人 答對 所以現在還是 選擇權在於你 三大題庫你想選擇的是 養生 健康養生 你們都是做這方面的 所以美白是現代女性 所追求的新課題 請問 使用下面哪一個食物有助於皮膚的美白 四個選項 四個選項 一 蒜 二 薑 三 糖 四 酒 請搶答 KIMMAN 請告訴我 您的選擇是什麼呢 請告訴我們 我猜是姜 姜 對嗎 果然是美白的專家 答對了 答對了 之前就有了解對不對 不愧是美之秀的大家長 對於美呢 很有研究的 所以真的是姜 林副總 其實姜有非常非常多的使用方法 對身體也是非常好 而且它富含很多蛋白質 維生素 胡蘿蔔素 鈣鐵磷等 所以姜中所含的這種姜蠟素 進入體內後 它有很強的抗氧化效果 當然可以讓大家覺得 這個是真的有美白的效果 是這樣 所以不僅是補氣 還有美白的效果 也是很有幫助 對 好 謝謝 謝謝林副總 在這邊也恭喜KIMMAN 率先得到一分 太棒了 好 接下來呢 KIMMAN 您要幫我們選擇了 我們現在還有兩大題庫 分別是我們的生活常識 還有法律時事 您的選擇是 我要朱莉姐的生活 好 朱莉姐請出題 OK 我有感覺你一定會答對 ATM ATM的這個自動提款機呢 提供人們一些在生活上很大的便利 那我想請問你 第一台ATM的自動提款機 它呢是出現在哪裡 第一 英國倫敦 第二 法國巴黎 第三 日本東京 第四呢 美國紐約 請想答 KIMMAN 好 你告訴我 你的選擇是什麼呢 我們是美國人 我覺得是No.4 美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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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的答案 可是錯了 抱歉 愛國但是錯了 來來來來來 我們的一二組請向答 好 艾妮 你告訴我 我選 一 為什麼呢 直覺 直覺 好吧 你的直覺準不準 對不對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 正確答案 非常好的直覺 耶 真的是答對了 那Judy姐 妳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是它是在幾年開始的啊 它是在1967年 1967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在倫敦 對 英國倫敦 太棒了 現在呢我們Ivy也有1分 那我們是要繼續加油了 KIMMAN也有一分了 那麼這個階段呢 我們還剩下法律時事 我們現在呢就請Tony幫我們出題 當夫妻都是美國公民的身份時 他們有無限可以這個 匯贈給對方 沒有所得稅 沒有贈與稅 對不起 請問在2016年起 假如說配偶不是美國公民的情況下 這樣子他們每一年的免贈與稅的金額上限是 一 三萬塊 二 五萬五 三 十四萬八 四 二十萬 請搶答 我們的三位來賓 啊 失禮按下來了 告訴我 我是希望是二十萬 希望是二十萬 你這個希望能夠讓你達成嗎 呃 錯 希望變失望了 來 一 三組請搶答 KIMEN 你告訴我 您的選擇是什麼呢 五萬五 五萬五 是嗎 呃 錯 啊 ivy 到你了 來來來來 到 那就三吧 呃 你是說選項三 對 十四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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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比較好看一點 數字比較好看一點 對嗎 對 耶 很棒耶 就是十四萬八 這個 這個法律是很重要的 因為美國政府 假如是兩個夫妻都是 美國公民的話 政府知道說這個稅永遠都逃不掉 假如說一個配偶先走 另外一個配偶還是會付這個遺產稅的 啊 可是假如說有一個配偶是非美國公民的話 他們怕說拿到這筆錢的話 這個剩下的配偶會離開國家 對 那稅就拿不到了 就才會有限制說每一年 這個要給 從一個配偶給另外一個配偶 另外一個配偶不是那個 是非美國公民的話 只有限制每一年十四萬八 所以這個道理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來的 好 謝謝 謝謝 在這邊呢 也恭喜ivy 現在領先喔 有兩分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 四大題庫呢 又開了 所以呢ivy 剛剛是你答對嘛 你現在可以選擇四大題庫裡面呢 你要選擇哪一個題庫 請告訴我們 還是養生吧 健康養生 請出題 請問 夏天喔 夏季在烈日下劇烈運動出汗過多的時候 為了預防中暑 應多喝下列哪一種飲料 四個選項 一 糖水 二 蛋的鹽水 三 白開水 四 蘇打水 請講答 我們看到KIMMAN 喔 KIMMAN 請告訴我們 你的答案是 一號糖水 糖水 是嗎 林副總 錯 來 一比喔 哇 告訴我 二是 蛋鹽水 蛋鹽水 對嗎林副總 恭喜答對 耶 這個應該是你之前有了解對不對 我剛剛看到你很肯定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相信 你對於健康啊養生啊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因為夏天我們人體出汗的時候 其實排出很多是鹽分 所以相對就補充蛋鹽水 可以平衡這個 身體所流失的鹽分 我是這樣想 那他這個挑戰有成功嗎 林副總 當然 真的快點有點把不住關 不會不會不會 繼續守住 可是至少我們大家學到了 是蛋鹽水 在這邊呢也恭喜呢 我們的Ivy 非常的厲害喔 現在呢 Ivy你已經有三分了 所以呢 你再搶下一分的話呢 等一下就是由您來搶錢囉 好現在呢 Ivy你現在還是可以呢 繼續來選擇我們的三大題庫裡面 你要選擇哪一個題庫 請告訴我 旅遊 旅遊 人文請出題